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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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工党取代自由党执政维多利亚州已经快半年的时间了 民众关心的维州新财政的预算案最终出台 预算案能否为工党汇聚人心呢 上周维州州长Andros率领各部部长向媒体公布了详细的预算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党的预算案采取了一种相对平均的措施 尽力涵盖社会民生的各个领域 未来四年内 墨尔满计划兴建医院 学校 公路 铁路 以及地下隧道 同时还会购买新的火车和电车 另外还将重开之前被州自由党关闭的医院床位 缩短患者的手术时间 此外 维多利亚州政府还在考虑 对海外房地产投资人士征收额外的海外税 除了要上缴给澳洲海外投资委员会5000刀的申请费之外 还要额外再支付给维州政府3%的印花税和0.5%的土地税 有房地产专业人士认为 这一政策反而会让墨尔满的房地产市场提前迎来小高潮 不过地产界预计这一新政最快也要在今年底到明年初出台 到底影响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前段时间 麦考瑞大学居然把自己学校学生工会 Mapra的学生告上了法庭 一时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外界有传言说 麦考瑞大学是垂涎于工会里的50多万澳元 才决定把Mapra告上法庭的 但是Mapra的学生工会的现任会长 Darl William对于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有自己的看法 5月7号 这个案件已经正式进入了法庭开始审理 审理当日 Mapra的成员在新南威尔市最高法院前 举行游行活动 成员们希望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 继续留在学校里为学生服务 但是我们记者收到了一封来自麦考瑞大学的声明 声明中写道 校方并没有决定是否要起诉Mapra 希望法院能够派专人来调节此事 法院方面则表示 庭审结果最快也要在一个月之后才公布 Mapra成立于1998年是麦考瑞大学成立的多个学生会之一 宗旨是在于帮助校研究生进行更有效的学习 The goals and aims of Mapra are basically to further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that are provided for postgraduate university students at Macquarie University to enable them to undertake their studies most efficiently and sometimes we provide seminars sometimes we provide workshops on how for instance how to write a thesis or how to write an abstract or how to give a presentation at a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also to provide them with skills in negotiating with the university 在这次事件当中除了会长之外 一共有七名学生受到了牵连 其中包括两名来自海外的留学生 和一名麦考瑞大学的职员 据会长透露呢 两名留学生的签证很可能受到影响 而这名学校职员也很有可能无法在校继续任职了 不过在法庭没有判决之前 谁也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的记者也会追踪此次案件 为您做后续报道 来看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5月7号 一辆婴儿车滚下了位于黄金海岸的一条陡峭的车道 随后被一辆汽车撞上 车中的女婴因此受到了重伤 而司机却不知去向 据黄金海岸公报报道 女婴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国人 现在女婴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先去太阳报报道 就在澳大利亚全国3579年级的学生紧张准备全国读写算术同考的时候 一款在线测试软件引起了家长的兴趣 可是他们在线付费下载了这个软件之后 却发现软件题目漏洞百出 根本没有办法使用 到目前为止 软件的开发商还没有回应家长们的质疑 ABC最近爆出 墨尔本一幢公寓因为使用了廉价的中国材料 导致了一场损失高达200万元的火灾 在案发的时候 一个跌落的烟头引燃了廉价的外墙材料 导致这个大火直接从三楼烧到了21楼 好了 今天的澳洲进行时就为您说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